近日,陕西西安的陈女士吐槽网购500克开心果,干燥剂占191克,申请退货被拒,投诉后被对别态无知。 陈女士称,在直播间购买了两盒,她多次申请退货,一直被拒便投诉到平台,随后该商家联系她让撤销投诉给退款,还发来铁粉可以做干燥剂的视频,并对她称,做人别态无知。 她拒绝撤销投诉,最后平台给退款。 买了两盒,一盒500克,她那个就特别危险,我把那个干燥剂的袋拿到手上,特别特别重,我刚好家里我有那个克重的那个秤,干燥剂往上一放,190克,是联系不上客服,我就想着那直接退货退款上了,我刚点完退货,然后过了没几分钟,我商家给我去了,我就特别生气了,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工作时间,我联系商家也是联系不到,投诉之后,商家有反应了。 她发了一个铁粉的干燥剂,可以作为食品,干燥剂的视频发给我。 她说做人别那么无知,应该是平台帮我把款催了。